大家好,欢迎走进风的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赵瑞 赵瑞呢,已经先期回国 并没有参加中国南南这次去西班牙和法国的拉链 有人说呢,赵瑞回来是处理个人事务的 因为上海南南正在疯狂的追求赵瑞 但是我个人感觉呢,这个事并不靠谱 上海南南追求赵瑞也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呢,也曾经向朱方宇报国架 但是呢,朱方宇没有同意赵瑞离开广东宏远 那么现在呢,虽然广东宏远和赵瑞并没有顶性签约 但我觉得这个签约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因为赵瑞目前正忙于国家队赛事 在国家队比赛之后 朱方宇和他商谈签约的事也维持不晚 那么上海南南是非常想追求赵瑞的 包括北京守纲,当年也是对赵瑞情有独钟 相信CBA任何一个球队都想得到赵瑞 毕竟赵瑞是攻守平衡的后卫 有身高,有体重 他的天赋非常的不错 所以呢,上海南南李重江卫的夺冠 他也深知到赵瑞的重要性 这种情况下呢,上海南南真的想用重金 来把赵瑞招过来 但是呢,广东宏远在缺钱 也不至于到了卖赵瑞这个地步 朱方宇是把赵瑞作为未来的舰队基石来看待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放走赵瑞来加强竞争对手的实力 赵瑞呢,其实也很感恩广东宏远 正是广东宏远的慧眼石珠 才把赵瑞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球员培养成现在的巨星 那么其实赵瑞在广东南南拿的并不少 每年的工资,还有夺冠后的奖金非常多 在上海队的话,赵瑞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么多钱 然后呢,他以后个人的发展平台也会比较限制 因为目前广东南南的主教练是杜峰 他也身兼国家队的主教练 所以赵瑞只要在广东队打得非常出色的话 那么入选杜峰的国家队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去了上海队就不一样 看上海队上个赛季也打得很厉害 但是呢,也只有王哲林和任俊威两名球员入选国家队 并且呢,任俊威还不受到重用 所以呢,赵瑞无论是个人以后的发展平台 还是以后的成绩都离不开 广东宏远这个球队来创造 到上海队可能只是暂时能够拿到一大笔钱 但是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局限性 我觉得无论是赵瑞个人 还是广东南南俱乐部 都不会让赵瑞加盟上海南南这个事 变成现实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